弟兄姐妹,大家早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诗篇第33篇 义人,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 政治人的赞美是合一的 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 用舌弦色歌颂他 应当向他唱新歌 谈得巧妙,声音洪亮 因为耶和华的缘与真子 凡他所做的精斗诚实 他喜爱仁义公平 偏地满谣耶和华的慈爱 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照 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 他聚集海水如泪 收藏生养在库房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 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 因为他说有就有 命力就利 耶和华使列国的仇算归于无有 使周明的失恋无有功效 耶和华的仇算永远立定 他心中的失恋万代长存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 他所卷选为自己产业的那名是有福的 耶和华从天上观看 他看见一切的世人 从他的剧所往外查 看地上一切的剧名 他是那造成他们中人性的 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 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 勇士不能因利大得救 靠马得救是恍然的 马也不能因利大救人 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 和仰望他慈爱的人 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 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 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 他是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赌牌 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 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生命 耶和华 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 向我们施行慈爱 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呢 很多人活在这世上 都活得不怎么欢喜 或喜乐 反而常常被愁苦所困 就连我们信主的人也不例外 弟兄姐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靠神 还有 我们看到说 会认识神的人 因为他们没有神可靠 而认识神的人 却没有去靠神 所以 世人在这个诗篇里 却劝我们属神的人 必须要靠神 而欢欣 跟喜乐 首先我们看到呢 第四节到十一节 我们要看到 我们的神 是 因他掌管宇宙 属神的人要靠神 因神是可靠的 因为他掌控宇宙 他是我们 公义公平 而又言出必行的神 他的慈爱 他的能力 遍地可见 也充满了整个宇宙 从哪里看得见呢 我们先来看 从创造的宇宙 经文这里说 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 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的 我们不要忘记 天地万物 是由神的话而造的 我们也不要忘记 他是有能力的神 我们没有喜乐 不能够欢喜 是不是因为我们忘记了 我们的神是创造的神呢 我们有了太多 太大的困难 也把我们捆住 把我们的注意力锁住了 我们却挣不开 摆脱不了 我们忘记了 他是创造的主 我们忘记了 他是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的神 是我们忘记了他 或者是我们信不过他 因此我们 当然就洗得不止了 弟兄姐妹 让我们再次的 挤起我们的头 看看你周围的天空 看一看你家旁边的花草 或者你对着镜子 看一看你自己 让我们从其中 重新看见 神是这一切的创造者 他既是创造者 他就是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 在他也没有难成的事 所以弟兄姐妹 那么靠着神来欢喜 第二呢 他除了从前创造宇宙 第二 他现在仍然掌权 做宇宙 我们看到 第十节到十一节 他这里说 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 贵于无有 使众民的思念 无有功效 这是现在发生的事 我们的神的能力 不但在从前创造的时候 就是在现在仍然可以看得见 他仍然掌管世上的国和世上的人 使他们抵挡神的计划 归于无有 弟兄姐妹 没错 撒旦呢 他可以利用一些国家和人 起来攻击神 反对神 有时候呢 甚至呢 很凶猛的 像 现在 所流行的 进化论 无神论 等等 他们都很疯狂的起来 反对我们的上帝 但是他们 没有办法得逞 撒旦 可能又会兴起 对圣经的 那所谓高等的批评 或者是贬低的批评 或者是现代派不幸快等等 我们可以看得到 一波又一波的 想参透和败坏人 对上帝的信心跟信仰 但是他一次又一次的 没有办法成功 我们的主 在政治上兴起 或除去一些人物 来成就他的美意 按他的永恒的心意 来成就计划 所以我们看到 以色列国 那奇妙的复国 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弟兄姐妹 这可不由 你不信 那我们看看 世上一切的演变 也让我们 从其中看见神的手 其实就不断地 在那里 在掌控着一切 然后呢 我们再看 十二节到第十九节 也是这个 诗篇的一个 另外一个阶段 他说什么呢 他说 我们的神 他了解世人 那神为什么 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 有没有去想过 因为他最了解世上的人 无论什么人 或者哪一国 也要还为神 神就赐福给他们 那他怎么样了解我们 首先我们看到 他看见人的活动 十三到十五节 他这里说 耶和华从天上观看 他观看什么呢 他看见一切的世人 从他的去所往外 查看地上一切的寄明 那我们的神 不但在天看见我们 他更在那里 查看我们 查看你跟我 他小心的 专心的 专意的 注视着我们 因此我们 应该放心 同时也要小心 因为他在那里查看 十五节说 他是那造成他们 中人心的 留意他们 一切作为的 我们的神 不但知道人的作为 他也知道人的心 知道人心里所想的 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 人在神面前 就是扯入敞开的 人的一切在神面前是 我们无法向神隐藏 是的 弟兄姐妹 我们千万别忘记 我们的神 看透我们的一切 千万不要忘记 以为没有人知道 而无作非为 弟兄姐妹 神都知道的 我们也千万不要以为 无人知 无人了解 而 自暴自弃 神其实 都非常清楚 也知道 最后呢 十六到十七节 我们看到 他说 今晚不能因兵多得胜 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 那么他说 靠马得救是缓难了 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 人不能够靠力量 而解决问题 人常以为有势力 有财力 就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 其实许多问题 不是力量可以解决的 例如 感情的问题 情绪的问题等等 都不是力量 都不是靠 我们手中的力量 可以解决的 人的财力 人的势力 有时也靠不住 所以十八节 他说 耶和华的眼目 看顾 敬畏他的人 和仰望他慈爱的人 人在世上的得势 其实神都知道了 弟兄姐妹 包括你跟我的得势 我们在世上 有得势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一定要回到 神的面前来 仰望他 依靠他 有所势的时候 固然我们要仰望他 有所得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仰望他 因为他看顾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的神 其实是这样的一位神 弟兄姐妹 我们是否 应该时刻地依靠他呢 我们时刻依靠他 那我们就发现 我们就能够欢喜快乐 很多时候人的问题就是 当我们事情一方风湿的时候 我们很习惯性地就 难以来到神的面前 因此今天早晨这个信息呢 就是鼓励我们 也告诉我们 我们绝对离不了神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谢谢祢 是的 我承认 当我的生命一帆风湿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就难以来到祢的面前 我恳求祢赦免我们 主啊 从今天开始 再次地将一颗 饥渴沐浴的心 饥渴沐浴的灵 放在我们里面 好叫我们 无论我们的德 我们的事的时候 或者我们喜怒哀乐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来到祢面前 依靠祢 无论我们生活上 大小的事情 我们都决定 把它带到祢的面前 因为我们知道 祢看顾我们 祢看透我们的一切 主啊 我们在祢面前 绝对没有办法 向祢隐藏任何 我们的感受 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造语 主啊 祢都知道 从今天开始 我们恳求圣灵 常常地提醒我们 使我们 依靠祢 不要厌祢 主啊 我们谢谢祢 求祢祝福我们 今天的生活 以及接下来 这一整周的生活 求祢的灵 以我们统在 继续帮助我们 不要忘记的 常常地依靠祢 仰望祢 谢谢祢 主啊 我们如此地祷告 是否靠 耶稣得死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 上祢祝福你 愿意不断地依靠神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drugs